壮汉拿起锤子 老头使用铁板 冲上去就是招招呼练 哭吃一声轮飞铁锤 下一秒被踢飞铁板 那壮汉提起斧头冲向老汉 老汉怒吼 一伸手插进牛屁股 那神操作直接将壮汉下懵圈 下一秒居然偷出手枪 哭吃哭吃就是起枪 壮汉挥动小斧头挡子弹 手车湿润哑火了 抓住时机一个飞步 结果人偏了 冲上去开始比划起拳脚功夫 从屋外一直打到屋内 儿子大山自压裂嘴正在干游戏 丝毂没有察觉有啥不对 那游戏打完 才听到厨房拼令慌了 大山嘴进来查看 父亲说铁锅刚掉地上了 那壮汉此时正被踩在脚下 大山没发现异常 抱着点心筒离开了 他正咬吃 看见是核桃味的 而他对核桃过敏 推开门要找父亲评理 却发现 父亲在处理尸体 大山懵了 点心都掉了 父亲看这一下瞒不下去了 坦白说 其实自己是特工 大山却看向旁边的香肠 问这是什么肉做的 他并不相信他是特工 反而觉得他有精神疾病 屋外 危险正在逼近 一阵突突 屋里瞬间开花 吓得两人直接躲在桌子底下 这一阵仗 大山这一下相信了 枪声停止 父亲一拉木杆 内窗户缓缓落下 火箭筒机关枪 甚至还有割爆糖 顺手取下小手枪 扔给大山 大山瞬间紧张 作为一个小保安 他实在不敢摸枪 父亲一脸严肃 享受着训练 你都忘了吗 儿子瞬间回想起 那悲惨的童年 婴儿时期 就被抛弃 适应高空训练 将他倒掉树上 又往前不停地击打 锻炼扛揍能力 生日礼物是一把真枪 那些玩具 都是训练的靶子 用饼干 训练敏捷伸手 大山这才想起来 自己是有功夫的 杀手举枪就扫射 他不知道那木板 试一下范范 吐出口香糖 标记一人地上 可惜歹徒没中招 侧门进入歹徒 被大山下意识干掉 大黄吐着舌头 踏着小步伐 踩在口香糖上 噗哧一声炸了 原来大爷是顶级特工 他曾经抓住的黑帮大佬 越狱跑了 大佬放下狠话 要让他鸡犬不宁 如今派人来寻仇 他只能带着儿子 赶往特工基地 大爷撞开门 看见大妈倒在地上 吓得他赶紧掏出手枪 办公室里没有一个火口 毫无生气 拿起咖啡一闻 果然有毒 推开电梯门就遭遇敌人 一把推开大山 一个扫腿将敌人干翻在地 抢到对讲机 比划起手枪就是枯齿 撤退时 大山发现他受伤了 大爷联系到敌人 杨炎炎他们都完蛋 来到顶楼将门锁住 前方已经无路可走 大爷计划从楼上跳下 他让大山跟着一起跳 那高度吓得他直咬手 但下一秒 敌人来了 大山硬着头皮上了 大爷纵身一跃 空中一个转身 扑通扑通两下 成功衰落在地 下一秒 爬起来让儿子懵圈 敌人突然冲来 大山咬牙跳下 扑通就一下 那身手真让人想不到 楼上猛烈射击 两人仓皇逃跑 大爷腹部血流不止 但眼下肯定不能去医院 无奈之下 大山带着大爷来到小美家 女友看见大爷的伤口 立马把他带进了房间 手忙脚乱 戴上手套 拿上纱布一按 疼得大爷是哇哇直叫 为了不被父母发现 赶紧找到弟弟帮忙 大爷的电话突然响起 弟弟直接拿起手机 掰成了两半 还不忘踩两脚 原来 他是怕手机信号被人定位 从而杀手追杀到他们家 通过前女友杀猪式的治疗 大爷的伤口已经见好 但早上大山醒来发现 大爷不见了 大爷给一家人做早餐 他在果汁里都加蒸化剂 餐桌上 一家四口真情流露 谁也想不到 那女友的老妈也是特工 大爷往楼下一看 那仇江已经到楼下了 大爷让大山他们先走 自己则留下来断后 三人开始拼命跑路 弟弟体力不支 跟不上进度 两人跑到商业街 悲催得被人围堵 从小的残酷训练成果 开始显动 拿起罐头就是一顿乱砸 那手法真是阴险很辣 面对围殴也是一点都不怕的 左右开弓 威猛无比 凌空飞跃 哭吃就是一拳 但双拳拿敌四脚 很快就被电棍干晕过去 敌人还没有言行逼供 大山就直接说出了大爷的位置 商手找来却被大爷干翻 并得知了大山的位置 开启秘密武器库 挑选武器 微风铃铃地赶到火车站 此时大山两人身上被绑上炸弹 得知无论用什么办法都会爆炸 除非心脏不跳动 才不会爆炸 火车站所有的乘客都四散逃窜 这炸弹连拆带专家看了都束手无策 大爷只好铤而走险 给大山塞了一嘴核桃碎 以为他对核桃过敏 吃下就会进入假死状态 那大山瞬间肿成了猪头脸 当场停止了心跳 炸弹也随之被解除 最后大爷给他注射了解药 这才喘回了一口气 虽然炸弹已经解除 大爷执意去找黑帮大佬复仇 打斗中 大爷为救儿子将他扔下车 大爷也被这场车祸送走 大爷匆忙交代 要他继承衣钵 就急忙领了盒饭 大山拿起枪 随着地上的血迹 气势汹汹地追到了大楼里 在楼道中与黑帮大佬相遇 大山突然笑了 原来是光头书 踩中了口香糖炸弹 大山迅速逃离现场 一声哭斥 大佬领了盒饭 自此之后 大山继承了大爷的衣钵 成为了一名秘密特工 剧情全程高能爆笑不断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片 好了 本期的电影就到这 我是香兰 喜欢的朋友点个赞 关个注 谢谢